嗨,各位網友大家早 那麼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接近六點的時候 那因為現在這個日出的時間 已經漸漸的提早了 所以說大約接近五點半天就亮了 那個人大概五點多就來這個工作場地 那麼春天已經過了 過了兩個月了 所以說現在看到這一些作物 都已經冒出了新芽 包括酪梨、香蕉 香蕉它現在已經生長得蠻不錯的 隨著溫度的上升 香蕉升長的速度也快起來了 這兩顆本來快要死掉 那現在給它澆水之後 它現在也漸漸的活絡起來了 非常好 所以說春天的來臨 如果能夠再加上老天爺降下一些甘霖 那我們這些作物啊 包括竹筍的部分 就是因為缺水所以說長得不太好 那如果能夠下一點雨的話 那對我們這些作物 真的是莫大的福音啊 莫大的福音 那早上可以看到 已經做完了澆水 空罐已經十幾罐了 空罐已經十幾罐了 那這部電動代步車啊 你看它真的是除了能代步 而且還能夠協助農作 所有的東西包括雨衣 包括鐮刀 所有的儲具 還有要喝的礦泉水 上面有一頂那個 這邊蚊子蚊子相當多 蚊子蚊子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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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樹葡萄 樹葡萄 聽說蠻養生的 它是自然生長的 也沒有施毀 也沒有用藥 長得非常好 是算有機的 剛剛把它採下來而已 剛剛把它採下來 今天就利用這個短短的幾分鐘 就是說我們藉由這部電動代步車 能夠做代步使用 也能夠多用途的來協助我們做一些 尤其是我們這個鄉下地區 這個農耕的工作 做適度的幫助這樣子 好看下去 那個就是第一平台 比較低洼的地區 距離這個第三平台 大概有兩公尺的落差 大概有兩公尺的落差 前面這棵是酪梨 也準備 已經開花了 第一次 種了一年多 準備要讓它生看看 看有沒有辦法長出酪梨來 這是也算一個實驗的性質 那現在的話 看到那個天色太陽 太陽已經漸漸的要升起了 看過去就是中央山脈了 中央山脈 那這個地方景色非常不錯 那麼在這個地方從事農作 真的是覺得可以紓壓 可以紓壓 以上 那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就為各位服務到這邊 謝謝各位網友 謝謝 再見 拜拜